我在哪 这是生命的轮回吗 我得想个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这个就是我 不知道为什么 我被困在了这面镜子里 并且好像就只剩下一双眼睛了 我在屋里的花牌里找到了一根蜡烛 然后来到旁边的屋子里 这个屋子里面空荡荡的 就只有一个密码箱和几个抽屉 我尝试了一下 这个密码箱很好打开 就是简单的最急一下就打开了 里面就只有一根蜡烛 然后我又翻了下面的抽屉 里面有一根蜡烛 一条鱼和一把小刀 然后我回到了我被关押的房间 这边的桌子上有一封信和一个电话 我利用小刀打开了这封信 里面写着一句英文 还有一幅图 这幅图应该跟轮回有关 这里的一切应该都是这个方块造成的 之后我拿起了旁边的电话 电话里面出现了几个字母 我按照信封里的那串英文 把它拼了起来 最后获得了一盒火柴 之后我来到另一个房间 这里面只有一扇窗户 不过窗外的景色还不错 诶 不对呀 这块怎么坏了呢 我利用小刀试了一下 发现这竟然只是一幅画 画的后面像是一个祭台 我把剩余的蜡烛分别摆在了上面 并把鱼也放在了中间当作祭品 然后把蜡烛点燃 这时祭台的中间竟然打开了 而我的头竟然变成了一个鱼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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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